我大概demo一下 录制聚集之后的结果 当然我们最后是希望做出两个按钮 旁边一个简单就是清除 就是把既的资料清掉 一个串接就是把刚刚的动作再重新做过 这两个按钮 按清除这个地方清除资料就清掉了 串接的话就是再把刚刚的动作 重新再让它跑过一遍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聚集的执行动作 主要就是透过如果你要方便的话 当然你可以透过两个按钮 可以让它去做执行的动作 那怎么做首先的话 第一个当然我们在做录制聚集之前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必须先把所谓的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这个页面把它调出来 它预设的话应该理论上是不存在的 开发人员 那要怎么样把开发人员把它打开 其实很简单 请各位从上方有个小小的箭头 从这边找一下 插入的上面好像有个小箭头 你按一下它之后 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的话 点击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其他命令 左边的功能有个叫制定功能区 其他命令里面找到制定功能区 右边有个叫什么开发人员 那你如果预设应该是没有打勾的 如果没有打勾 那你就把它打勾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开发人员就叫出来了 那跟各位讲 这个开发人员基本上 从Excel的2007到2019的版本吧 好像都一样 就是说打开 它必须要手动把它打开 它才会出现 不过呢 在新的版本 我记得好像那个Office 365 最新版本 好像开发人员就已经预设了 就是不需要做这个动作 那你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它这个地方 不干脆就直接把开发人员打开就好 干嘛那么麻烦把它隐藏 隐藏功能吗 那其实有个 我是觉得 可能主要原因是因为 大部分的人 在早期 并不需要这个功能 因为它不需要开发程式 所以以前很早以前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需要 特别去接触程式 那你想说 那为什么Office 365 现在直接把它打开 那到底应该可以想见 因为慢慢的 大家应该都会有需要 因为很多人直接就把它打开 那如果与其大家都打开的话 那倒不如我直接帮你打开了 你就不需要麻烦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使用到这个功能的越来越多了 以前的话可能很少人会用 有没有 以前会写写VBA 写程式 好像是属于工程师才会的 这件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但是慢慢的 这个时代的转变 你会发现好像你不会也不行 OK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把开发人员打开 那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到开发人员里面 最重要的功能在哪里 第一个 录制聚齐 有没有看到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就是透过录制聚齐 那所谓的录制聚齐 白话意思 它就是什么 把你所做的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帮你录制下来之后 自动帮你写出对应的程式 那个程式呢 其实就是VBA OK 那也就是说呢 Excel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那所以呢 你只要怎么 把那个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做正确 它就会帮你产生程式了 不过这边有个前提 就是说 你只要做对或做错的动作 一律都会被录进去 所以呢 如果你假设做错动作 也会被录进去 所以意思就是说 千万不能做错误的动作 所以怎么办 我是建议你 如果要录制之前 先彩排一下吧 就跟那个我们拍电影 拍拍戏一样嘛 你要彩排一下再开始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N 要录错了怎么办 你就NG NG又重来了嘛 对不对 到底其实是一样的啦 OK 好 所以呢我们需要录两 两支程式 然后呢 两支程式的话呢 就会两个按钮 OK 所以大概概念是这样子 那我待会的话 我会先彩排 然后开始录影 录影之后的话呢 会产生程式 最后的话呢 把它做成按钮 成档就OK了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所以呢我来做一次 这个就看哦 首先的话呢 如果要产生 这两个按钮我先把它删掉 好 点击delete 好 首先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按钮 它的动作是 一 游标先点选 一式储存格 这动作一定要做哦 也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把它放在这里 如果你直接放在这里 那那个动作还是没有录制 没有录制就没有这行程式 那程式就错误了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把游标先放在外面 一 点选 什么呢 一式储存格 这个的话呢 输入那个公式 那输入公式哦 特别之后不是叫你把公式删掉 不用 你原来有公式都没有问题 你只要做一件事 什么输入 游标放在上面这个资料编辑列 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动作 所以 一游标放一四 二的话呢 放资料编辑列打勾 第二个动作 三的话做什么呢 在矿点上快点两下 好完成了 这三个步骤 一 游标放一四 二 上方 资料编辑 点一下打勾 三 快点两下 好 三个动作 那清除怎么清除 清除的话也一样 游标放在一四储存格 那你想说 老师我要全部清除的话 怎么做会比较快 当然了你以前的做法 我知道同学 有些同学是这样选 我不建议你这样选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选的话 有一个问题 它很容易过头 也很容易又 怎么讲 就像蛮花实 而且资料量如果多的话 很麻烦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寄一个快速键 游标放一四之后 让它选到底 停下来 选到底自动停下来 请各位记得一个快速键 叫Ctrl Shift 加向下 Ctrl Shift 加向下 这个复合键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 这快速键 你不要说你会用Excel了 OK 说真的 因为工作上太常用到的 那你想说Ctrl Shift 这什么意思 就是 如果你单单按Ctrl向上 Ctrl向下 有没有 它实际上会在这个范围当中 帮你移动到最顶端跟最下面 那如果加了Shift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选取的意思 Shift 是选取 Ctrl是方向 这个上下左右的镜头 OK 加了Shift 就是选取 OK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 我蛮常用到的 蛮快的 它比较傻傻的 从这边选到底 它慢慢选 因为这样选很没效率 而且很容易过头 现在我们资料才多少笔 才不到100笔 差不多100笔 现在还OK 如果将来你遇到那个资料量 都几万笔 几十几百万笔的话 那你不得了了 你怎么要选到底 很简单 如果你100万笔 Ctrl向下 马上选好 但如果不会的话 100万笔要多久 你选取 选到下课 都还没选到 因为之前有个新闻 就是有个老外 他想知道说 以色友从头到尾 下面到哪里 他不知道说 可以用Ctrl向下 他就按住不要放 然后一直让他跑 他跑了 跑八个小时之后 就跑到底 我看那个新闻 我简直是 无法想象 你Ctrl向下不就好了吗 对 而且那个还是一个新闻 我无法想象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 是老外有问题 还是那个新闻记者 有问题 我简直无法想 Ctrl向上 有没有就移到上面 Ctrl向下 就移到底部了 Ctrl向左 Ctrl向上 有没有 你会发现他就很自由的 在Ether里面移动 如果你再加上Shift的话 那就选取 Ctrl Shift加向下 有没有 整个选起来了 很方便吧 OK 如果你要Ctrl Shift 整个选的话 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那不是整个选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反正这只是一个小技巧 应该会让你使用以后 应该会用的蛮开心的吧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E游标放一次 Ctrl向下 然后再做什么 清除就是底力怎么 三个动作 1 2 3 那完成了嘛 那我们把它开始录制了 录制的话呢 我们就 OK 就是按照刚刚的动作 录制聚集 按下它之后的话 给个名称 比如说第一个叫串接好了 这个名称叫串接 就把刚刚的动作 把它做一遍 所以E游标 把它盖过去好了 E游标放在14 然后游标放上面打个勾 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呢 在空点上快点两下 完成了 完成之后三个步骤 最后请你按下停止录制 OK 第一个串接完成了 第二个呢 我们再来 第二个怎么做 一样嘛 录制 所以游标放在14以外的 图存格 然后这边要清除 然后按确定 然后 然后E游标放114 然后Ctrl 3的向下 立正 三个步骤 一样 三个步骤 最后一样按停止录制 那做完这两个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在哪边出现 所以你在录制聚齐的左边 这边有个聚齐 请你按下去 要检视聚齐 那你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会出现两个项目 一个叫串接 一个叫清除 然后呢如果你要让它乱乱看 是不是有错误的话 其实按执行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看程式的话 按编辑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们执行看看 如果没有NG的话 那理论上 看一下串接 应该就会把刚刚的动作执行过 出现了 没错 然后清除看看 清除的话就是 按聚集有没有 清除之后再按执行 有了 如果你看到的结果 跟我这边显示的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你是OK的 应该没错啦 只要不要NG就好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录制聚集很重要一点 一定要彩排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会彩排 给它乱录一大堆 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只要你滑鼠键盘做过的事情 它一律呢 都会帮你产生对应的程式 那所以呢 如果假设那些动作不需要做 你做了 那会很麻烦 那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的话 还有两件事可能要完整 第一个 诶 老师刚刚那个录下来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是程式 那程式放哪里 其实程式呢 主要就是放在Visual Basic 所以你有两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程式 第一的话你看编辑里面的什么 那个巨集里面的编辑 有没有发现 你按下巨集里面编辑 它就会跳这个东西出来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Visual Basic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画面 有没有 其实你这个画面一般习惯我会把它 稍微移动缩小一下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浮在上面 我习惯是把它浮在上面 把它缩小一点点 那这个程式的话基本上 它增加哪些东西呢 其实增加了几个东西 我给各位 其实主要就是增加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 所以如果你们找一下 在这个东西 模组里面呢 会有个叫Module 可能叫Module 1 可能叫Module 2 我这边因为我做两次 所以我变Module 2了 你们应该Module 1 在Video Base编辑的话 你可以看到 刚刚录下来的程式呢 其实就在哪里 就在这边 第一支程式就是串接 有没有 所以在VBA里面 它的单位是一个sub 然后名称叫串接 后面小瓜糊 然后清除的话呢 也是一样 sub清除 然后尾巴的话就end sub 那这个就是一支 这个VBA的副程式 所以以后呢 假如说你要录制剧集也好 或者是你要写VBA程式也好 一律呢 都是写在模组里面 sub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 下一个礼拜我们会讲 如果你要写VBA程式的话 第一步 请你先增加模组 第二步呢 请你写一个sub 后面给一个名称 就可以写你那个VBA了 OK 所以这个观念差不多了 所以剧集 跟后面我们要写的VBA差别是 剧集是ease有帮你写的 所以你要彩排就好了 那VBA呢 是自己写的 差别在这里 不过呢 当然自己写一定会比较难 因为人家帮你写好 但你要 人家帮你写你要知道怎么 让他写出正确的东西 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那请各位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请你怎么样 这太小了 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选项的撰写风格 工具选项撰写风格 字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比如放大到14好了 22吧 让字比较大一点 那第二个各位可以看到 sub这个名称嘛 所以哦 录制去期的话 会有这个名称 然后最后的话呢 呃 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在这边加注解 试解怎么加呢 记得哦 单影号开头说注解 比如说第一个动作 我们做什么 单影号 第一 我们做了游标 放在14儲存格 那你可以打字 打在这个程式上方 有没有 游标 14儲存格 有没有 那第二个动作是输入公式 输入公式在哪里 就是应该是range 所以你会发现 range 瓜514.slate 其实就是 游标 放在儲存格的程式写法 那输入公式 就这一串 可以哦 第二个 注解是什么 什么 输入公式 出入公式 记得哦 那个注解的话 前面一定是单影号开头 这第二个 有没有 我刚刚有三个 不知道 那 再来的话就是向下 控点 有没有 其实就是这个 其实它autofill autofill 这个就是制动 我们第三个动作是什么 在那个控点上快点两下 向下填满 什么 OK 所以理论上 你录制完的程式 一般还是要加注解 如果你不加注解 当然也可以执行 只是说呢 你会不知道到底你做了什么事情 如果过一段时间回头看 你可能完全看不懂 但是如果你加了注解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哇好清楚哦 有没有 我终于看懂 那你总是说 老师我看懂程式了耶 我说你应该是看懂注解吧 你总会看 可能 但是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 那这个注解部分的话 在云端白板上面 其实我有放 你会放这边也有了 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来 在上面 反正这个注解 后面的讯息 你不一定要照我上面打的 照打 你可以打你自己习惯的叙述方法 你反正就是做一些说明都没关系 写给你自己看的 OK 之前还有同学写 哇洋洋傻傻了 快写一篇文章了 OK 因为他很多都不知道 所以他把一些 可能他会忽略的都会把它打在注解上面 没有问题啊 OK可以啊 谁说不行的 对 谁说工程师只能那样子 写的那么简短 对 完全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为什么你不能在注解里面 有一点点魂青的东西吗 对 让你的那个程式感觉好像比较有点文采 对 不会那么冷冰冰的 对 程式一定要这么这么不近人情吗 对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变 OK好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要做按钮怎么做 OK好 那注解了嘛 所以完成之后 那今天的 最后的结果 是把它做出来 并且加上注解 之后呢 加两个按钮 那按钮怎么做 这个也蛮重要 请你找到那个 开发人员里面有个插入 插入的地方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 左上角 比如说表单控制项 的左上角 会有个叫做按钮的 小图示 那请你把这个按钮的小图示 点下去之后 再来就是怎么样 再来就是 把它在 这个 我们的 这个Excel上方 拖拉 拖拉之后呢 向右下拖拉 有点像那个小画家一样 拖拉一个矩形 放开 放开之后的话呢 比如说我这个按钮按下去 它是串接 那我就把那个串接 点选之后呢 并且把上面的名称复制 那为什么要复制 你按确定就知道了 因为上面叫按钮 3 你把它点击之后 刚刚复制的东西贴上 它就叫串接了 那同样的方式 再插入 再点一下 按钮 有没有 然后你再把它拖拉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按钮呢 我先按一下它之后 执行取消的话 执行那个清除 那我就清除之后呢 把清除两个字复制 按确定 意思就是说 当我按一下按钮 它就执行清除 OK 然后按确定 然后呢 并且把按钮4 改成清除 所以按钮4上面的文字 就是点一下 然后切上那个清除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 那复制的好处就是 懒得自己在打的话 那你就可以玩 最后就做两个按钮 执行一下 OK 然后再串接 这样子 就完成 那今天的话 基本上 我们就是透过 rept-ln 然后改成test 最后呢 把这个test的执行 再用录制聚齐 变成两个聚齐之后 变成按钮 这个聚齐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行再去做 读解的动作 读解的话 如果你想参考 可以参考 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 其实主要就是 前面加单引号 就OK 单引号的意思就是说 后面的文字 它就只是参考 它不会被程式执行 OK 所以特别之后 在Excel里面 这个 OK 那最后的话 请你把这个档案储存 然后呢 我在那个Moodle上面 也有开一个作业区 所以请各位 这行登录到你的Moodle上面 找到今天的作业区 并且把作业交到那个作业区里面 就完成今天的课程 OK 那时间好像也差不多刚刚好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 OK 那下一次哦 就是 再来看 就是要开始写一点程式 所以难度会稍微再向上提升 每一次都会比 每一次稍微再多一点点 所以建议各位 如果你对于Excel的函数 或是一些操作比较不熟的同学 建议多花一些时间练习 OK 或者是说找一些书籍来阅读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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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